嗨,大家好,我是Dr. Rebecca 今天要跟你分享什么呢? 为什么不可以吃这么多的面包? 为什么不可以吃? 因为很多我的病人都问我嘛 为什么不可以吃面包呢? 所以我要答这个问题咯 为什么不可以吃呢?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不可以吃呢 就是因为,为什么? 里面有一个非常难消化的蛋白质 叫做Gluton,也叫做面筋 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因为当我们吃这个面包的时候 有这一些东西的时候 它是很大的问题 吃了呢,肠胃会发炎 不能够消化 如果不能够消化 有什么问题会发生呢? 就是呢,会胃脏风 所以呢,你看 当你的肠胃不能消化 有胃脏风的时候 肯定就很大的事情咯 为什么呢? 因为肠胃有问题 胃脏风 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营养不良 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来的 所以我们要记得 我们如果有肠胃的问题 你真的不可以吃这个面包的 或者是面粉类的食物 当然,第二个也不可以吃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是有敏感 皮肤敏感 因为当肠胃发炎 皮肤就很容易敏感的 而且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只要皮肤有任何敏感的话 你一定要停掉面粉类的食物 然后第三种呢 就是如果关节有疼痛 因为我发现到很多的病人 他关节疼痛 当我问他的食物的时候 他说吃面包 我停掉 他就好了 就很多好了 而且你知道吗 那个关节有问题 我一个印度病人也是这样子 他的关节常常肿 而且他看很多医生都不能好 后来他一没有吃面包的时候 他的问题就解决了 而且胎子他连走路都很困难了 后来他给我看病了 差不多一个两个礼拜 他就可以爬楼梯了 所以你看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这是很重要的知识 希望他能够真的救到你 也帮到你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小儿有问题的 好像小儿 比如说那些小孩子有 这个我们看到有些小孩子 他有那个好动 或者是乱乱动 这些病人都不可以吃面包的 讲真的 如果有这样子的小孩子 或者自闭 或者是depression的问题 我告诉你 真的 你不要吃面包好 因为吃面包真的会有大事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会影响 这个肠 就是我们第二个脑 当肠有问题的时候 脑里面 鸟也会被影响的 OK 他有很深的学问在里面 我也没有这样短的事情 能够跟你解释 但是你相信我 他真的是很大的帮助 而且这个东西呢 不是我空空讲而已 很多的 这个营养学家 都知道这一点 而且你知道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事情吗 就是啊 我们发现到呢 有一些 这个中杰西博士 有些发现到什么呢 就是 我们曾经做过研究 他研究了 就是让我们百多个员工 全部吃面包 OK 大量的吃 当我们大量的吃的时候 在两个月 我们很多问题都出来 就包括关节痛啦 皮肤敏感啦 泻肚子啦 还有各样的问题 所以 其实这一点 希望 能够帮助你们 OK 这也希望你 从此 因为这一点 而变成健康了 好 谢谢你